在《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 这个和合本说 基督就为我们受了咒诅 然后写原文是成 成了咒诅 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你想一想 这不是很严重 被神咒诅 被人咒诅 人都很怕 被巫术咒诅 很多人很怕 但被神咒诅 非常严重 耶稣来到世界上 是受了神的咒诅 成为咒诅 被神咒诅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变为罪 这个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这是他没有罪的 完全没有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不是承担罪 是变为罪 不是 是变为罪 它是罪的发生 这是罪 所有 它就是罪的一切 它变为罪了 为什么呢 这是所有 所有的罪 都在他身上 它就变为罪 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 变为 变为神的义 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 以赛苏六十一章十节 有讲到的 以赛苏六十一章十节 这里没有写的 它上面有 第四点 我因耶和娃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义 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 给我披上 好像信郎戴上华冠 又像信夫佩戴装饰 这里说就是 我因神很快乐 因为神以拯救为义 给我穿上 以他的公义 是神的公义 因为我没有公义 但神将他的公义 为袍 给我披上 好像信郎 信娘这么美丽 所以我变为 神的义 有神的公义 在我身上 我就变为很美丽了 所以神看你的手 神看你的手 去看到耶稣的义 在你身上 他看你的手 去完全的圣洁公义 神的义 在你身上 这个是基督 赐给我们的义 圣经也说 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在启示录 十九章 有讲到 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两样义都有 一样是基督的义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是神很喜悦的 但同时我们也有 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那我总过来说 就是说 耶稣为我们 变成为咒诅 也变成为罪 这个是他在 实际上上 最大的痛苦 不是这个 钉 这个钉是很痛苦的 流血很痛苦的 快要死也是很痛苦的 但最大的痛苦 是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他就变为罪 变为咒诅 被神咒诅 所以神与他分离了 所以当时 天父与他分离 所以 这是他在实际上 最大的痛苦 与神隔着 就我们 再与神和好 耶稣也为我们 承担最大的 这个罪了 咒诅了 还有羞辱 在 诗篇二十二篇 十四至十八节 诗篇二十二篇 十四至十八节 讲到 定徐家的预言 他们分了我的外意 为我的礼仪 练究 其实在实际上 是没有义服的 神的儿子 在实际上 被人完全地脱去义服 去羞辱 承担我们所有的羞辱 耶稣 耶稣受的变伤 也承担我们所有的疾病 疾病的痛苦 所以我们 耶稣为我们承担一切 这个是 耶稣在实际上成就的 极大的恩典 然后我们 有神的义 可以与神和好 再一次与神有 亲密的关系 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可以享受神随时 可以有圣灵临在我们身上 可以做什么小事 也被神欣赏 这一点很重要的 你在世界上 你做很多小事 你的老公 有没有欣赏你的 你为他煮菜 每一天煮菜 他有没有欣赏你呢 还是他骂你啊 你太闲了 你的食物 你做了不好啊 很多的不好的话 是不是 你做了很多好的事 他还是看不到 但对神来说 我们做任何小的事 神都记念 所以因为徐基加 我们做了任何小事 神都记念 神都赏赐 永远有永恒的荣耀 随着我们 这个 所以我简单 简单这个徐基加 也可以讲到什么呢 徐基加可以讲到 内疚 我们每个人都有 做一些错事 令我们内心觉得内疚的 有些时候 他们的家人死了 他们说什么呢 他背着手 我没有好好地照顾他 所以他死了 我的内心很内疚啊 我的丈夫自己离开我啊 因为我当时说一些不好的话 他就离开我了 我们都有内疚 我跟儿女的关系不好啊 所以我的儿女都离开我了 里面就有控告 自己有控告 但在神里面 我们可以完全地 这些控告都放下 因为谁能定我们的罪 因为耶稣称我们为义 而且神可以修补我们失去的一切 以前我们犯了罪 破坏人的关系 有耶稣的爱 我们可以修补这个关系 重建好的关系 可以将我们的生命 再次重新建造 这个是人不能做的 人破坏了家庭 很多家庭破坏 不能再重修 但耶稣帮助我们 能够重修我们的家庭 内心世界 很多人有这个 忧郁症 其实很多人都说 忧郁症是不能抑制的 他们问医生 什么时候可以不吃药啊 他们说 你永远都需要吃这个药的 这是永远不能脱离的 但在耶稣里面 耶稣可以依据我们的心灵 可以 这个是习记家 他代替我们的忧伤 医好我们的伤心 所以习记家上成就很大的恩典 可以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的 传福音的时候 怎样讲习记家呢 我们可以解释 我们的神是非常美丽的 天堂是非常美好的 天堂没有人吵架的 你地上有没有吵架啊 天堂没有吵架的 天堂的人 不会骂人 不会伤害人 很好的 这个圣经叫什么呢 圣洁 天堂是很圣洁的 天堂没有罪的 所以那里的人都很开心 他们见到你 都很接纳你 如果你有朋友 在地上 这是信耶稣的朋友 见到你 可能有些时候也不会很喜欢你 因为你有做错一些事情 有些时候基督徒也会不喜欢某一个人 但去到天堂都没有这个情况了 他都会很喜欢你的 很接受 天堂就是这样 没有罪 没有罪很美丽 神也是没有罪很美丽 但他没有罪 天堂不能有罪 天堂有罪 所以如果去天堂人 基督基督 耶稣爱他更多 耶稣喜欢他更多 比较他有很大的赏赐 其实他也曾经骂我 他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赏赐 如果天堂是这样的话 宫告 他以前 他以前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神都赦免 他应该受惩罚 可能有这些 但天堂没有了 天堂是这么美好 因为没有罪 但有罪人就不能去天堂 因为有罪了 怎么办呢 神很想拯救我们 方法 就是耶稣承担所有的惩罚 所有的咒诅 他为我们死在十加上 他是不应该受罚的 他没有犯过错 没有犯过一样罪 他是完美的 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开这条路 但人抗拒他 就将他钉在十加上 但这个是神 一先知道的 因为耶稣为我们承担这个惩罚 我们本来要受惩罚 我们看一看 我们 世界上不会说你骂人 所以要坐牢 但在天堂 骂人是罪 你被人骂开心吗 你被人骂开心吗 你又没有被人骂 不开心的 所以是罪 其实我们坐在别人身上 别人都受伤害 在神里面 神就计算 所有对人不好的地方都有罪 这些罪都有惩罚 你看一看你骂人有多少次了 一个星期有没有一次啊 你一生骂人多少次了 一千次还是一万次 还是十万次 一百万次 数都数不到 你有多少次在里面有憎恨人啊 有多少次你对人有负面的想法啊 轻抗人啊 看到他就说 这个人我不喜欢他啊 这些都是罪 但耶稣都承担了 你向耶稣承认你的罪 耶稣就赦免你的罪 完全地洗净你的罪 完全地 在神里面你就变为义人了 你是在神的眼中是美丽的 过敏的 神就会保护你的 你就有神的影响 神就会保护你 祝福你 有人骂你 神会保护你 他骂你 你可以放手 不被他影响 你一生缘 你听神的话 你越来越 生命越来越高 这个恩典很大很大 所以我们这个熟悉 很多方面 神的恩典 随时就能够说出来 为什么我能够说这么多了 因为我传福音很多次 然后我常常回去思想 神也给我这个机会去思想 然后我就放在记忆里 能够随时用不同的方法传福音 我觉得是这样的 传福音的时候多讲神的爱 神的恩典 天堂很开心的 基督徒也很开心的 我祷告很开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